台北东区街头原本的黄金店面 不少都像这样租资高挂 空置率高达4.2% 在上去外移人潮减少之下 不少业者选择短期租赁 似乎已让东区成了特卖一条街 斗大红色租资在中校东路 四段随处可见 这里的商家更是一间换一间 特卖会变很多 好像常常又有些什么要close的店 有时候比如说这次看到 然后下次要来买 然后下次又不见了 享受费担天大优费 短期特卖会机动性强 也成了屋主换取租金收入的好方法 但这么多空置店面 就是因为租金实在惊人 看到东区中校商圈 每平行情上看2万 比起台北车站镇前商圈 或是南京中山附近的 每平13000还高出许多 西门町尽管租金水准和东区不相上下 但空置率只有1.7% 西门町它已经算是有一点观光人潮 甚至它有一些店面 是比较可以分割收租的店面 那东区的店面大部分是以比较那种 那种可能知名品牌进驻 单间为主 所以它的租益难易度 有时候可能会比西门町店面那样高一点 房仲业者分析 若是近期在东区购入店面的屋主 或许会因为房贷压力 打市价的7到8折出租 但老房东却有不同想法 在东区很多一线的店面的屋主 其实它持有的时间是很长 甚至有一些已经到30年以上 其实它已经没有什么资金 甚至是房贷压力 这个是在第一个点 它可能觉得说不急 想要维持店面行情 就算控制也要守住对租金的坚持 看来东区的店面空置潮 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东森财经新闻 邀请两立 台北长官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